都可以不可以叫你做萬子梁徒弟? 那時跟他拍過 幸好又拍過一個長劇 他好像一個導師一樣 好像一個教師一樣 教我很多東西 因為那時我很新、很嫩 那時法哥來拍戲的時候 記得他來一來一來 他都問我 我問他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美港天下 Hi 大家好 Hi Wayne 我們今天很開心 可以聯播 最主要今天就是想 介紹你這本 最主要介紹這本書 多謝多謝 多謝Dennis 阿黎特地我上次在LA簽名會 又來支持 又買了一本書 而且我知道你看完了 多謝你 又給我一些感受、感想、feedback 真是多謝你 不需要客氣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書 我很喜歡看 尤其是看 這些好像有點像自傳之類 是吧 因為人生其實是有限的 我每天都是經過我自己的生活 只是懂我自己懂的東西 但如果有人肯寫自傳 他分享過在他的生活 他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很享受的 很享受 還有這次不是我自己 還有十九位朋友一起分享 是啊 是不是很值得看 很值得看 二十個人的人生經驗 是啊 集於一本書 所以真的 我 待會我們可以講講 有幾個你朋友寫的 我看完之後 我都很有啟發 先講講講你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你港姐出身 在這個三個月裡面的經驗 很深刻印象 在你這幾個月裡面 學到的東西 你用終身受用這個字 我想聽聽你覺得 怎樣終身受用法 我選港姐一段時間 有三個月訓練 三個月訓練 我很多東西都可以分享 不如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先看了 你覺得overall 你覺得怎樣才是這本書 overall的本書 哦 我只是一個圖片沒有看 就是美容那裡 不要緊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都可以的 美容那部分我就沒有 其實那些 我覺得是 很 叫什麼 很smooth 整個流程這樣看著 跟著你裡面就有財經 可能你專業 你就可以說得很 就是叫做 給我們這些外行人一看 就明白多少少 而且懂得知道 去問什麼問題 那你那裡 你就會有講到五個階段 那些人呢 譬如說 那些人買完本書回去看 看完你這五個階段 那就知道 哦 下次去找你 那就知道 起碼 知道問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準備 所以等一下也會趕著 所以在 所以在 由 就是由 你開始 出來做事 到結婚生仔 接著做事業 然後整個過程 我自己是好人在 我自己是好人在 但是好像追小說 是的 那我也有一些 美國朋友是不懂得看中文的 他用Google 翻譯 看完 又是 哦 那個很厲害 那他說很興奮 就是他知道 我多一些關於我 亦都 我的朋友 還有很多人生的道理 大家都 贊成又不好 不贊成就好 亦都有朋友就說 看完之後 很有正能量 因為疫情後 我都經歷了很多 大家都有些共鳴 所以我都很開心 你這次 找我一起分享 亦都問我 我知道你有很多問題 會問我的 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我 選了三個港者 就是選了三個月 為什麼會覺得是終身受辱 也有一本書 我提了幾次終身受辱 真的非常之終身受辱 是不是 就是很難忘 不是真的難忘 就是我覺得 對我這個人生影響很多 因為那時我是 選港年那時 我只是十七八歲而已 剛剛讀完中學 很多事情 真是很亂 可以這麼說 我連高跟鞋 都不懂得穿 跟朋友 怎麼說 社交技能 那個交責應酬 亦都不是很純熟 就是很害羞 很多時都 因為不知道說什麼 這樣 在那段時間 就接觸很多人 真是一天可以 你平時可能接觸你家人 有小部分朋友 甚至做事 都是你的圈圈 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那時的圈圈 是呀 是呀 你接觸很多人 台詞幕後 甚至對外 商人 政界 很多人都要去見 又要見記者 見人真的非常之多 我覺得那幾個月的成長 好像別人需要十幾二十年 才可以接觸這麼多 但是我只有三個月 已經接觸了很多 那時候又不是只有 有很多導師 還有 有儀態 有化妝 梳頭 有彩排 導演 就是很多身邊 全港是最頂級的 總要是 全港是最好的導師 在你身邊教你 那你模型之中 亦都學到很多 那時候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Rosa 陳梓蓮 所以我在本書經常提他 他是我們港姐的 好像母親那樣的 他要照顧我們 他亦都教導我們很多做人處事 怎樣跟別人聊天 不會得罪人 我都學了很多 好像你剛才說 你也提過 你人緣很好 那本書有很多朋友 肯幫你 那也是在那時候 接觸學回來 他會提醒我們 你說話 怎樣說 不會得罪人 又或者對人應該要怎樣 那我自己就 好像本書說 好像我說 follow my heart 做回我自己 那我就 有時會比較直的 但是 怎樣說 我最重要是做人自發鏡 我對人怎樣 別人對回我怎樣 那我自己用良心來做人 那我對朋友也是一樣 就是 用一個愛字 愛心 就是對我家人 對朋友 個個都是 拿一個愛心出來 對人要善良 有很多時利益 不能說得那麼多 就是不可以計較那麼多 那自己吃底一點 那時候也不要緊 但是人家覺得 可能有時覺得很蠢 不要緊 我自己做回自己 所以 那三個月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而由我開始 不懂得罪高跟鞋 亦都在鏡頭 不懂得怎樣說話 在鏡頭前面 學會怎樣去 對鏡頭很自然 很舒服 還有化妝 化妝有陳文輝 全港時最擅長的 陳文輝是 上鏡頭會 我看他怎樣化學出來 他亦都要教我們提點 你可以怎樣 那時候我很喜歡用 Brush來化妝 陳文輝我記得 輝哥就說 不用用Brush 不用用的了 你最好的Tool就是手指 那我真的學會用手指 我可以不用把整個化妝中的手指 握握握握 周圍都用 真的最好 因為你感覺到 你不感覺不到自己 很雲巡 握得很好 他教我很多東西 他亦有很多徒弟在那裡 有教我怎樣弄眉 有教我很多東西 梳頭 還有很多 那時候梳頭 華姐 我記得現在可能 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他亦都教我們 真的很多 那時候是劉娟娟 劉娟娟就教儀態 他自己一看 我看見他已經 已經暈倒了 儀態萬千 平時都是這樣 他就教我們襯衣 怎樣 很多很多東西可以學 又認識很多朋友 我們那二十二個 大家都做好朋友 好像姐妹一樣 大家有時出場 互相鼓勵 有時去街頭也在一起 購物 完了活動也在一起 有很多支持 我覺得那幾個月 好像是一個轉捩點 人生轉捩點 以前接觸不到的東西 我可以接觸到和學到 後來完了 更加多機會接觸更多人 還有去了演藝組 演劇組 當時拍劇 又做很多司儀 很多不同的機會 這個學習機會 我覺得是受用一生 現在我做YouTube 都全部用回來了 哈哈哈哈 你都明白了 你剛才都說做YouTube 不簡單的 真的不簡單 因為你以前不用理技術 現在要學技術 鏡頭前你要化妝 是嗎 講的script 即使以前的script 不用自己去記 不用自己去理 現在要全部一腳踢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不簡單 真的 所以我每一件事 我都用完出來 你做YouTube 因為 communication 很重要 人生關係也好 你不就沒有人理解你 哈哈 又要 communication 要跟人聯絡 像我們一樣 大家都要聯絡 何時做事 這些 communication skills 都很重要 你還要聽到它有燈光 是不是 我們都要弄一下燈 非常之不同的 好像一個微型的production company 但是要做幕前 那你變成真是 我覺得真的不簡單 所以我都很佩服任何一個 YouTuber 我已經是非常難得了 是的 多謝你了 多謝你肯和我們這個小台 可以聯絡 不不不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做過知道 如果我不經歷過 其實我都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腳踢 我一腳踢的 真的全部 由開鏡到弄 全部自己搞定了 慢慢學習的 其實很多東西 甚至是剪輯 我都是自己剪的 但是很有趣 還有很有那個rewarding 那個感覺 很有滿足感 不是說 還有很多可以跟網友 和觀眾去互動 那個connection 那些感覺是 不跟你就這樣做藝人 上次你覺得 我做完之後就走了 很多事情不關我的事了 已經是吧 但是我有一個互動 又可以自己be creative 又可以自己真的很多事情去學 我覺得是很充實 令到一個生活 所以令到我很多 怎麼說 都影響了我很多 由疫情開始就做YouTube 這幾年都影響了我很多 我自己生活的觀感 和身邊發生的事都不同了 你是萬子 都可以不可以叫你做萬子良徒弟 哈哈哈哈 那時候跟他拍過 幸好 又拍過一個長劇 那時候 他好像一個導師一樣 好像一個教師一樣 教我很多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很新很亂 他餓不餓的 他有很多經驗 亦都做拍檔 很多東西他看到 可以更加好的 他都告訴我 我感激的 哈哈 不餓的 不餓不餓 沒有東西很nice 我當時 譬如我有一場戲 我是好拍 我很難哭 因為我沒有什麼經驗 失敗的經驗 就是他經常想起 你哭不你想想 以前那些不好的經驗 有什麼令你哭 我跟導演說 我沒有 哈哈哈哈 他們只是 蛤?搞錯? 你沒有哭過嗎? 我說 我很小時候 哭過可能跌倒了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經歷 幸好 是不是令我 會真是 哭到收不到聲 那些真的沒有 變成了 你個人的經歷 其實演戲很多時候 是你個人的經歷 你的感受 那時候我真的太小了 很多經驗都沒有 現在可能叫我做 可能不同了 已經完全 我經驗多很多 人生經歷多很多 那你感覺出來都不同了 變成那時候 我就真的 不是很 就是 投入入戲 不是很好吃 他真的教我 你剛才說 我本書沒什麼 怎麼說 他怎麼教 他也是有教 但是怎麼教 他就是用很 就是拍了一場戲之前 他就是 坐在那裡 用了大半個小時 跟我說 我的角色 怎麼投入進去 譬如他說 你是那個 可能我記得那個劇 那個名字叫做 阿玲 他說你是阿玲 你現在身邊 你爸爸媽媽是怎樣 你的弟弟就快不在了 你的感覺會是怎樣 一直這樣說 一直這樣 一直在想 你自己在那裡 真的培養感情 一直在想 越來越想 就覺得自己 那個人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慘 然後就 打了一聲 就哭了出來 然後就 之前好像 就是 很投入 那一刻 一投入那一刻 就立刻埋位了 因為他在我 在埋位之前跟我說 那我真的 就立刻 覺得自己是那個人就來了 那拍完之後 我實際是投入到 收不到聲音 是控制不了 因為呢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經驗 你控制自如 你可以放可以收 我不是啊 我一來 覺得是我自己的 但我就收不到 我就不停地 要一段時間 calm down 出去 休息一休息 幸好 那時候 監製家豪都下來了 幸好他們很 patient 每個人都 給我時間去收 給我時間去放 變成了 感恩 一個感恩字 是的 變成大家都 最重要是 身邊的人 沒有給我很多壓力 變成了慢慢幫我去做戲 怎樣去揣摩角色 怎樣投入 我拍完那套劇之後 之後我真的容易了很多 做戲 我就知道怎樣投入 還有一些什麼細節要注意 慢慢真的好像開竅一樣 學會怎樣去投入角色 怎樣去做 真的做戲了 那時候 那星爺呢 那時候我拍 我拍《陰陽界》 我現在網上 很多人都看到 收到很多 feedback 有人跟我說 有很多觀眾沒看過 他看完之後 他說 為何不見了你之後 我很想再看過 多看幾套 我說 不好意思 我走了 很多人很 miss 都說 為何你不再拍 有很多問題 因為有些 簡直是 我是90年出生的 我看回 哎呀 我很喜歡 我真的 miss了你那段時間 但我現在很幸運看得回 他都跟我說 很開心看到這些反應 那段時間 我想大家和星仔 我還叫他星仔 那兩個星仔 大家都是很年輕 合作得很好 很開心 好玩 他那時候也是演員 我也是演員 大家都不是有很多壓力 一邊做一邊玩 哈哈 我記得拍得很開心 有一場鬼戲 我這次是鬼戲 那些人好像鬼 躺著躺著躺著跳 我們還在那裡笑到 鏡頭後面都收不到聲 哈哈 我們要走到一邊 不要再笑了 被人罵了 哈哈 那些玩到 很開心的 那時候 嗯 其實你真的是福氣來的 做工又有錢收 又很開心 怎麼說呢 可能是天時地利人和 這個timing很重要 那時候 大家差不多出道了 身邊很多人幫忙 也都照顧了 那也都多謝他們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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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琴姐 全部都是很有經驗 有人搭過 那時候我也跟她拍過很多東西的 那全部都是很有經驗的 我是很新 我也都背很重的戲 那變成了 他們是要很有耐心 哈哈 去對我一個新人 背這麼重的戲 他們一副 就是全部在旁邊 看著一個新人 講這麼多對白 有時候還要是 就是講完又要再講 那變成了他們是 那時候船姐很好 那時候我最記的船姐說 我現在把錢放下你的袋子 你聽著啊 哈哈 那我就說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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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了 我都是經驗 這樣慢慢慢慢存回來了 嘩 那你竟然 其實在一本書裡有說 你有這樣的環境 你都 就是 很多人都不會放棄 你那個環境的了 又有那麼多前輩在幫你 有那麼多人很疼你 那麼在那個環境 當然是順勢的嘛 一直在那個圈子 一直在成長 但是你沒有 你選擇了 要買一本書看吧 是啊 所以我們解釋一下 那本書的時候 都很多人 好像我本書都說 在那個時刻 很多人覺得我是 他不是很蠢嗎 是啊 是啊 就是 那麼多人 我看很多 甚至幕後 也有很多人疼我 當時 還有很多影迷 觀眾都很疼我 我記得我離開的時候 有些觀眾是哭的 寫信來 他們說很不捨得我離開 很多人都很不捨得 我也很不捨得 我也覺得好像 跟一些好朋友分開 但是我想看一本書 就會知道很多人心的心聲 為什麼會在這麼好的機會裡面離開 我好像在那本書中說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很傻 很蠢 是不是 那麼我做人 好像我本書說 我follow my heart 是吧 我是用我跟著的心去做 我知道那時候 很多機會拍很多東西 但是我年紀也很小 那時候 我也出了很多講者 講者其實對我影響很深 因為如果我就這樣拍戲 我可能沒有機會出一些 講者的活動 我們要很多應酬 是不是應酬 很多活動去 甚至是要出國 去做親自訪問 見一些人 不是說普通的人 見一些 權貴 總統 是第二個國家總統 見是最上級的businessman 政界 最精英的精英 我真是知道那時候 雖然有機會拍戲 但是我出去應酬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很多話說不到 我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覺得很怪 格格不入 那時候我覺得 可能我真的未夠讀書 18歲17歲 對完港者 立即去選 做完中學 立即去選港者 然後立即去拍戲 很多事情真的不知道 很多人說 很多 不要是人生哲學道理 很多事事 很多事情 我都一頭無水 是不是 不要說finance 你都知道 我的credit卡怎麼用 我都不太清楚 怎樣去運作 是啊 十幾歲 真的不知道 很多事情 變成了 所以我覺得 可不可以放下幾年 去學習東西回來呢 那我打算 我不知道去多久 可能我跟公司說 一年兩年 我不知道還不讀到的 因為我放下書包那麼久 那我讀不到就要回來 那我如果讀到就繼續讀 讀完 然後我才看又怎樣 我那張藥就還在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斷的 因為我會回來的 但是回來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不知道會是怎樣 起碼我答應他 不會去另一個台 不會做其他 against 即是公司的事 那我是答應過他 我有些甚麼 我都要跟 就是會問過他 他還是我經理人來的 那當時 變成他信得過我 我也信得他 他就讓我過來 試一下讀一下 他可能會想我 兩個月回來 三個月回來 一年回來 怎料去了三十幾年 是的 那這些真的是天意來的 那怎樣天意 我看一本書就知道 為甚麼會是天意 是的 我們這個交談 很多東西就不在本書裡面 所以 寫不完 我想如果真的這樣 慢慢逐一點 逐一點去寫那本書 因為我寫了七萬多字 六萬多七萬字 其實我可以再 elaborate 很多point 但是那個 那個出版就 你七萬字了 我會說 是呀是呀 不行要停了 這樣 因為通常一本書都是六七萬字 那我已經去到個max了 如果我再 elaborate 再多些東西 我想要下一集 哈哈 現在都已經這麼多了 再多些 我想不想 不想人家看兩天 是不是一天看完 現在可以 會搞得你要看兩天的 哈哈 就是 如果 如果 宋仲要求 你就會出part two 哈哈 宋仲要求 第一本書是十二年前寫的 是的 不要等十二年了 然後 接著 很神奇 還有一件事 我都很奇怪 就是 不要用奇怪這個詞 是 很多 比如說你做藝人 你來到美國 接著你讀書 正路 都會選擇 film art 那方面的東西 去讀的 如果是 music 或者 想做一些musical 那方面 識的那些方面 或者 美國這裡其實有 film school 那會不會讀film 正路來說 但是很奇怪 你簡直走去理科 哈哈哈 那時 法哥 來拍電影 我記得 他來 他都問我 我問他 你讀了什麼 我去做accounting 就是會計 接著他 就像你一樣 蛤? 會計? 不行不行 快點去演藝 acting 或者 film school 看我轉major 是啊 是啊 我都記得他提過這件事 接著我 其實我 怎麼說 我是人中有興趣 但是那時我 都不是很確定 自己想讀什麼major 因為初初來到 你知道要讀知醫 很多東西要讀的 下面很多 又要讀政治 又要讀金融 又要讀 有時候就讀science music 全部東西都要觸碰過 那我那時 入到一個college 有一班 accounting professor 我很記得 他就是日本人 他就 通常有人覺得 accounting很悶的 是不是? 去到 都不知道 又難又悶 不是那麼專注的 我很記得他 就搞到那個class 很interesting 就是令到你是 哇 上完 不想走的 個個都 接著就很想又再回去 整個 semester 都是這樣 我記得 我讀完之後 我就一向 對生意都有些興趣 我覺得 做生意這件事 是很多 你真的要學 還有經驗 我聽到新廟很多朋友 都 就算有一筆錢去做生意 那筆錢隨時又沒有了 還有你最重要是 你不懂自己看這些數字 還有很多東西 你真的要明白 你懂得怎樣去看 你才會 不可以假手於人 真的我覺得做生意這件事 你假手於人 你就很容易 你不是說 被人騙 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樣去運作 很多東西 我有這個概念之後 又遇到這個 professor 這個 accounting professor 非常之興趣 令到我很有興趣 對這個 accounting 然後我就決定了 入好的 accounting school 那時候 USC 就在LA 是頭三名的學校 那我就去報 那時候我又很勇 我真的 我甚麼都不知道 很難入的嘛 對呀 我不知道的 那我現在有子女 讀科技才知道 原來他們報大學 要報大約十間 那時候我好用的 真的 我又不知道那麼難 又不知道甚麼 我只知道 UCC accounting school 好第三名 我就去報了 那時候去報 我報一間 我就是報U.S.C. 你說我多大膽 就去報 正是U.S.C. 我好像在進入 就是報那間 我又沒有想過不進的 幸好被我進了 現在我不進就糟糕了 我沒有想過 如果不進怎麼辦呢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的 我沒有想過不進 因為我沒有做 我做每一件事 我都很有把握 而且我很努力的 我的成績也好 我做甚麼都準備得很好 我沒有當我是 不進怎麼辦呢 現在很多年 我兒女報大學 我才知道 糟了 我報了監獄 不進怎麼辦呢 我現在才會害怕 不收你等下年 大哥 最慘的是 我完全是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不進怎麼辦 我只是沒有想過 我以為是 你報就能進入了 我不知道是難成這樣 現在我兒女報學 我才知道 原來準備那麼多東西 還有要報這麼多間 還有每個level 你都要報的 不可以真的這樣 我當時真的想起 真是 你不知天高地後 還是USC的大哥 真的不知天高地後 我竟然可以就這樣報一間 就這樣說進就進 我真的不是 這些真的是 有些是幸運 都不是 我看你這個人是很努力的 我看你做網台 我知道你做我很努力的 所以你一定是一些 非常努力的人 後來你進入了 accounting 好像你進入那個 firm 好像也挺top的 是啊 進入了accounting 其實我畢業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難的決定 因為比我更難讀書 因為那時候讀完accounting 那時候讀書我不用想 我很想過來讀 那做accounting 那時候就 畢業之後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身上有藥 那就不停叫我回去 你回來要拍攝 你完了一張藥 這樣 我真的又回去 回去了一段時間跟TV接合 回來他們很好 真的對我很好 他說你喜歡做什麼都行 你拍劇啊 詩儀啊 你自己選吧 你自己選喜歡做什麼 你留在這裡拍了 總之 那時候真的有很多朋友 那時候我家人在這裡 那時候也很好玩 那時候香港 是不是 嘩 怎麼會捨得走 真的留了兩個月 我真是 哇 心動動 真是很想留下來 拍不拍 接不接呢 他已經在談論一些 project 但是接不接呢 真的想得很辛苦 但是轉頭想想 如果我留下來的話 我讀了這個 accounting 可能有放下 好像沒什麼用 好像又很浪費 那不會浪費的 學了東西 就是有幫助的 就是我們讀 我覺得最大的幫助就是 那個 critical thinking 很多東西 如果你沒有讀過很多時候 想一些東西是不同的 就是那個 step 還有那個 train 你怎樣去想的 我覺得 就是很有幫助的 我就想了很久了 如果我不走的話 我就去香港 多數都落地生根的 是不是 一直做事 一直走 但是我想一下 我又很喜歡這邊的生活 很喜歡這邊的 culture 我亦都想自己 我沒有子女 所以那時候已經散了 又沒有拖泊 已經那時候 就是自己一個因 但是我都在想 就是我如果真的有小朋友 我都想他在這裡成長的 那我亦都不想 我在這裡小朋友那裡 就是分開這樣 雖然我還沒有小朋友 那我也在想 就是在哪裡落地生根 我其實就在想 那我決定了 為了我還沒有生的子女 哈哈 就過來這邊 那就開始 我亦都很喜歡 get corporate America 的經驗 就是我覺得 想知道美國那麼多成功公司 他們是怎樣運動的 做 一人做事 他為甚麼 他的attitude 很多東西是怎樣的呢 那我都想明白 那我就進去了 Coperate America 來了之後 就開始我 finance accounting 的career 那都做了一輪的 那跟著有小朋友 才放下了 但是那幾年經驗很有用 因為學會怎樣 跟American 去溝通 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 還有 其實讀書我覺得 都融合不了 完全融合不了 在美國這邊 所以我寫本書都分享 那當我真的做事了 跟他們接觸了很多東西 那我才覺得自己真的融合 那才可以去融合 他的世界 還有在他的 社交生活 那個 社交圈子 是了 是了 那我才覺得自己真是 好像part of 他們那樣 我真的做事那幾年 十年八年的時候 才感覺到是這樣 所以我這些很多都想分享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不是說人人都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的 好像我們 我們在香港過來 是了 很多我們都是要有一個階段 去適應他們的 雖然說大家可能語言都不是一個障礙 大家都講英文 但是英文裡面的用詞 是啊 是啊 真的有時候不懂用的 是語氣 是的 語氣 方法 甚至是body language 那時我去學校 我都被人矯正過的 就是body language 那時我就很幸運 因為有一個class communication 我覺得 我那時在Yersi 我很有用的 communication 他教你怎樣去跟別人相處 他甚至有一個叫mock interview 那我就 就是大家聊天說話 他很仔細地去解釋你的body language 就是講話的skills 怎樣怎樣 他教到你 告訴你有些什麼不需要改的 那我就很有用 我真的現在我也有聽到 我現在都記得他怎樣去給我一些評語 那我也有去改進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要學 很多東西都是 然後再加上你 就是將這些東西apply起你真的去做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哪些活動哪些不活動 有時候要撞一下板的 哪些撞板哪些不撞板 那你經過很多的經驗 那你就知道怎樣跟別人相處 所以跟別人相處是一個非常高的學問 就是跟不同的人怎樣去相處 相處之後 你還要是 大家是和樂相處的 不是相處 是吧 就是你大家都要保持到 很多年的朋友 那你就成功了 有很多時候你都明白的 相處幾個月 拜拜 那些呢 那你又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優雅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有很多身邊好朋友在這裡 大家相處得好 支持大家 support大家 我覺得這些已經很感恩的 你的認識都已經幾十年了 差不多是類似從小到大的那些 是啊 那變成了大家去支持 大家去鼓勵大家 這些 我想在人生裡面 好像我說是燦爛人生 這個是part of the燦爛人生 如果我是自己 那有些人不同的 人人性格都不同的 是不是有些人覺得燦爛人生 I have to be alone 是不是 不要理我 但是我不是這樣的人 那我覺得 所以我都 define 什麼叫燦爛人生 我本書也有說 每個人都不同的 我自己 define 燦爛人生是這樣的 其他人又可能不同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很多事情 是啊 有些人比較像 其實我是屬於內向的人 有人看不出的 有人看不出的 有人以為我很外向的 其實我很內向的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內心裡面開心 那你就開心了 是啊 所以看書的時候 就好像 由另一個世界 可以去了另一個境界 不是世界 去了另一個境界 所以很多人 我會鼓勵 譬如說有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有很多抑鬱 尤其是Pandemic的時候 鬱著鬱著 對於我內向的人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躲起來 我要是對著電腦 要是弄這件 弄這件 我是做Graphic Design的 所以我就可以 有空找一些公仔去畫一下 之類的東西 所以很容易過的那些時間 但是很外向的人 我都會聽到 出不去 想去旅行 那種困著 那種困著的話 其實看你本書的話 有時候可以 把自己的心情 很多東西都是講心情 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去Shift Shift 了去的話 就變成不用那麼不開心 有時我自己買很多書 有些書我都沒有看 我兒子經常說 你買了一些書放在這裏做甚麼 但我知道這本書是做甚麼 到某時有某個情況 某個情緒的時候 就可能用那本書 就來抒發我自己的情緒 總之這本《燦爛人生》 有時可能面對一些 總之有時在工作上有些事情不開心 然後就 嘩 看看阿Wing多厲害 萬子娘做師傅 就當自己墮進去萬子娘教我一下 總之那個人都不同 總之用一個方法 其實看完這本書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非常鼓勵 不是一定要馬上看的 放在這裏 有時可以來揭 而且不單止這樣 裡面有十九個朋友幫你 那個十九個人生經驗 我覺得 好像 待會我看看 看看我會不會跌倒了 待會我講一下 你十九個裏面 我有兩個favor 等一下 你現在講一下 你accounting accounting 也有少少接近的 跟財務 好像我外行 是啊 財務理財 理財 跟accounting 也有 都有少少接近的 很多東西 theory可以apply到去 所以你就開始 shift了過去 可以說 其實是relay的 很多東西 不是完全是separate 有些 rural accounting 是有accounting law 但有很多東西 財務理財務 怎樣去manage 財務理財務 如何apply accounting 的concept 都很像 一樣的 所以當時我們學 讀財務理財務 一定要讀財務 很多class 都要take的 你要明白 因為你讀 後來讀投資 好像你pass了 是不是07 我沒有take到license 和那些class 我就是幫他公司 去manage 那些 他們裏面的 internal finance 哦 internal finance 那個part 你可以 是啊 譬如financial planning 對 financial planning budgeting 是啊 budgeting 好像現在你說過 五個階段 嗯 你裏面有講到五個階段 那 那 就是 這本書 加上你做錢 加上你 哈哈哈 所以 越做體越有 要有用 要做體 不是等到你說 是啊 那是 真的 所以剛才你跟我說 其實你說 看這本書 幫你去 那個情緒 這些事情 開頭很怕 所以其實我這個是 都是main purpose來的 就是我是想在這個疫情裏面 看了 令到別人一些 不要說inspiring 就是有些motivation 去做多些事情 令到你的人生更加好 是做到的 就是我經常想告訴別人 聽這件事 就是不會 不要覺得自己做不到 很多事情 你是 never know 但是你都要去做 是不是 很多人跟我寫一本書 我都很多人跟我說 我沒聽過你寫書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出書 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一個多月就做到出來 是吧 很多事情是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真的去 第一步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比較告訴別人 你要信得過自己 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 帶了一些point出來 都非常之好 多謝你先 是 不用 是 還有我的finance chapter 其實是我有個朋友 Ken 他是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他就有很多經驗 我們就在這些event 認識 他就知道我讀 accounting 我們大家都有很多話題 說 做了好朋友 他就知道我出書 我說我有finance chapter 不如你給一些意見 大家就聯手 做了一個finance chapter 因為很多technical的事情 還有都給一些資訊 應該要正確的 不可以亂地說的 那些東西 我們大家都去聯手 去寫一個chapter 出來 變成他很有幫助 多謝他 他也會接下來 7月 我們回香港 我會回香港書展 7月19號 就是香港書展 記得了 一定見了 在7月19號的傍晚 我就簽名 加上那個講座 但是呢 Ken 這個s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我們13號 在香港的第二院酒店 兩點鐘 有一個是 真是finance的講座 是不收錢的 是免費講座 還有茶點 因為很感謝 Ken 他很想幫人 就想 這個finance 就是理財講座 可以apply 不只是美國人 香港人都可以 因為很多理財 其實是一理通 百理名的 很多東西 其他人的理財 就是很多美國 你怎樣去apply 但是普通的理財 是怎樣教孩子 去理財 亦都你自己的人生 怎樣去理財 還有很多是概念 你的概念 要明白了怎樣去做 而且越早做越好 所以 年輕人來聽到 都非常有用 所以我分了幾個階段 因為人生階段理財 你一做事 又有一個階段 你中年也有一個階段 到你差不多去 退休也有一個階段 每個階段 你都要不同 怎樣planning 你越plan得好 你最後就越容易 你中間才來plan 你最後就越辛苦 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講座 如果有興趣 大家都可以參加 那變成 想知道多些 聽多些 也都明白多些 變成有幾個小時在這裡 他會回答你很多問題 我們都會回答很多問題 其實他每個小時都很貴 但他都會提供自己的時間 坐回去 你只會吃幾個小時